她是60几岁的男性 然后她来做自费的高阶健检 结果就发现 三双肝有趾高 然后低密度感固存 或者是肿胆固存都升高以外 她还有脂肪肝 然后还有肝性文化 那原来她自己本身是农会的总干事 所以她就会要求她底下的人 美餐 鱼 肉那些没有吃完没关系 但是水果一定全部都要吃光 那她自己的话就是要以身作者 所以她一天会吃超过一碗公 两碗公的水果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那另外她抽血发现 她还有高血糖跟 医疗素阻抗的问题 这位病人她已经是糖尿病的早期 今天我们探讨也是跟室友 现代人的饮食 西化 外食有很多的选择 大家虽然养生干净 但常常不知不觉 就掉了饮食的陷阱 甚至于没办法拔尺 就是吃了几天之后 人生苦短了 对 算了啦 开始又选择错的事 所以体重常常胖胖 瘦瘦瘦胖胖胖 今天要找出一些问题 哪些可怕的饮食 陷阱 你有没有踩到 今天桌上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他们的早餐 来 我们看看第一个 早餐组合大魔王 你吃了吗 基本上就是一般的蛋饼和馒头夹蛋 当然我自己是很爱健身和运动的人 所以我平常一定是吃好吃满 都是均衡的那种 可是现在一陷入拍戏的状况 剧组因为也预算 老实讲 也只能选择 一定是买早餐店 所以这个不是你平常吃 是因为剧组里面 我自己健身的话 我就真的吃得很小心 真的会算得轻轻住 那我们来看他拍戏的到底吃什么 就是这样 真的就是这样 我自己觉得是把伤害降到最低的 馒头夹蛋再怎么样 只有蛋是用煎的不太好 那还算是一个OK的碳水化合物 加上蛋白质 我觉得我应该加点肉松会比较好吃 真的 真的 但肉松就是肥油 对 但是还有蒜蓉辣椒加进去 然后蛋饼我就尽量选说鲑鱼蛋饼 或是玉米蛋饼 尽量不要起司嘛 但可是蛋饼也一样是用油煎的 然后这个饼皮也是经过加工的 但是剧组就只能这些东西了 但这也是以前不太健康的饮食的时候 我会选择的 就是猪排铁板面加蛋 铁板面超多奶油啊 其实以前你不懂 你会觉得这很好吃 可是因为现在我自己在拍戏 有的时候也不得已吃这些 但如果没有拍戏的时候 就是吃水煮蛋 然后吃香蕉 黑麦片 就这样的 对 我的工作是直播主播 所以早上不会起来吗 不 早上不会起来 我们现在讲早餐你哪个帅 你那是晚餐吧 没有 那是早餐 主播主很多边帅就边直播的 早午餐 你早餐应该下午一点对不对 没有 因为我会早起床来喂我的家的猫咪 所以我还是会早起 我的早餐是玉米蛋饼 然后萝卜糕跟小热狗 还要配奶茶 你真的有吃那么多吗 因为他们都好小啊 他们其实都好小 他们有很小吗 他们都小小小一点点 因为很多女生早上起来并没有胃口 对 那你能吃到这样其实还蛮多的 还蛮健康 我的工作是模特儿 我最喜欢的组合是 猪排 蛋 汉堡 然后因为我想说晚餐尽量不要吃 就是晚上不要吃油炸的 所以我就选择早上吃薯饼 然后再配一杯鲜奶茶 鲜奶茶 对 那这样我的还好的是艺人姜 那还好 消水种 你看 我一定选无糖豆浆 或者说鲜奶 冰起鲜奶 你知道季炎凯他是有跑马拉松 对 他又有时候会健身 是 所以你这个拿来吃什么都不是会胖 可是瓜哥不一定 拍戏如果这样吃个大概一两个月 腹肌就消失了 对 尤其他每天他都吃两份 对 因为拍的也没办法运动 而且很累 然后你用 对 而且这些东西都看似好像很油腻 或有点罪恶 可是对于输鸭 特别 对 对 鱼食物 鱼肉奶茶 吃薯饼 喝珍奶 吃鸡排 酥鸭 很多健身的人 其实他真的在健身的过程中 都保持不住自己的饮食 但是所谓的keep住不代表吃的少 他吃的还是很多 但是他只要吃一盒 然后搭配运动 所以其实线条都出得来 只要他一当停了运动 饮食又开始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真的胖的会比一般人来得更快 因为他的胃口还是这么大 所以他吃的东西 没有搭配运动的话 其实很快就展现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其实我觉得刚才你们提到说 拍戏吃这样 也算是另类的职业伤害 因为其实真的就是 没办法把剧组就准备这样 可是那么早六七点吃还好 对 其实瓜哥讲的一个重点 一天三餐其实早餐真的是可以 最乱食的 对 身体的负担 而且你就六七点 对 因为一整天 有消耗吗 对 一整天要拍戏 要工作等等 但是还是有几个地雷 可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重 这三个是非常常见的 大家常吃的组合 第一个就是很多上班族为了求快 他可能便利商店 面包店 就随便抓一个面包 配一个蔬果汁就一个组合 很多人说 因为很多上班族他知道 他可能午餐晚餐 吃不到蔬菜水果 或者是吃得不够 所以他们常常会习惯 早上我就喝一杯蔬果汁 但是往往水果的量 比蔬菜多非常多 对 所以其实这个组合 你不要看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一个面包 一个蔬果汁 它的热量也快接近八百大卡 那第二个组合更常见了 对 就是四位几乎都有种的 就是西式的早餐 就是像三明治 面包 汉堡这些 一个猪排汉堡搭配一个红茶 像罗拉它就是搭配奶茶 可能热量会更高 就接近七百大卡 那第三个中式的早餐 像煎饺 萝卜糕 或者是这种油条 烧饼油条这种 炒面这种的 对 其实它的热量 也接近八百大卡 煎饺很可怕 但是它的热量藏在哪里呢 第一个组合面包加上果汁 它的热量主要来源就是糖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几乎没有蛋白质 面包 可能菠萝面包 葱花面包 它基本上没有蛋白质 然后出果汁也没有 所以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一天三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早餐是距离前一餐 空宿时间最长 对 那这时候你一下子吃这么多 大量的精致的这些糖分进来 你可想而知你的血糖 一下子就像余消费吃的 冲膏 然后接下来刺激大量的 胰岛素分泌 胰岛素是我们体内帮助 合成的作用 什么叫合成 合成肝糖 合成脂肪 都靠胰岛素 所以当你血糖 一下子飙太高的时候 胰岛素大量分泌 就合成脂肪 长期这样就有糖要病了 所以其实第一个组合 最NG的就是它缺乏蛋白质 大量的糖分 第二个组合是恐怖在哪里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很多西式的早餐 加工品都很多 像是刚刚提到的小肉供 骨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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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排 几乎都是加工 那我们都知道 这些加工的肉质品 真的要少吃 先撇开了 它的热量不缩 它光加工这一块 其实对我们的肠胃道 伤害就很大了 第三个中式早餐 很多人也喜欢吃 它其实隐藏的是油脂 其实就是主要这些 煎饺 包子 小笼包 还有油条 饭团 这些听起来都还好 但是有没有发现 有一些有内馅 然后有一些油条 是直接在油锅里面炸 就像刚刚薯饼一样 内馅里面就都是油 外面那煎 对 一咬那个汤汁喷出来 那个全部都是油 所以其实像淀粉的这些东西 一定要跟油保持距离 还有饭团 我做的饭团不是便利商店 那种三角饭团 但是一般传统的饭多油 那个吃完那个袋子 整个全部都是 还有肉松 对 所以其实那个都是中式早餐 比较需要我们去注意 隐藏在里面的油脂 我们在减肥门诊 请病人记饮食日记 是减肥班的必然 我们在体重控制上面来说 饮食大概占了七成的重要性 运动大概只占三成 所以我有一个165公分的工程师 他来是80公斤 他说要减重 饮食日记一看 当然是早上最特别的就是猪排 猪排铁板面 或者是猪排汉堡 那一定再配上一杯奶茶 当然他的早餐 午餐晚餐都有问题 可是一次叫一个人 什么都改很难 我说我们先改早餐好了 他问我说 我是南部来的 你叫我去哪里吃早餐 我只能去一般的早餐店 我说其实便利商店 你也可以找到 相当健康的早餐 一般来说我们事实上饮食 大概有三个主要的营养素 碳水化合物比上油脂 比上蛋白质 这个大概是 5比3比2 碳水化合物特别重要的是 你不要去喝含糖的东西 也尽量不要白色淀粉 像刚刚那个铁板面那个 白色淀粉那很糟糕 好 那我们怎么吃 糟糕啊 怎么吃 怎么吃 在便利商店就买得到 事实上地瓜 玉米 这都是淀粉 但是它不是白色的 因为它不是精致的淀粉 所以它的 那饭团或者冷的寿司 勉强可以 这个算是 它是抗性淀粉 一般热的 我们吃的饭的 比较热的时候 一公克是4卡 可是变成冷的时候 就变成剩下2.7卡 对 所以我们都是一个不好吃的习惯 探休 探休 其实饭是热的吃会更胖 是 所以我们有点说吃清饭 吃剩下的饭 反而是热量是比较低的 所以便利商店可以找得到啊 那油脂类的话 可能自己要去找一些 最好是没有调味的坚果 那个油脂是非常好的 那当然你早上说 这里边都没有盐 那也稍微调味 有点咸味是可以的 那蛋白质是这样也不难找 柴叶蛋一个也很棒 就有蛋白质了 豆浆 鱼糖豆浆也可以 或者现在有些地方 便利商店卖鸡胸肉 所以这样5比3比2 这样来处理 其实是不难的 那他说 好 试试看喔 他真的每天早上 就去便利商店这样买 那前一天都先去准备好 这些食材 那这样过了 大概8个礼拜 他还真的 剪掉8到10公斤 真的剪下来了 剪下来说原来改变这个 会影响这么大 确实早餐是很重要的 那像便利商店有时候 会有香蕉跟拔辣 我也可以就把这加进去吗 还是水果它也有 香蕉跟拔辣它是水果类 当然可以 可是依照华人的饮食习惯 早上吃水果的真的比较少 当然可以 那一份水果是60卡 热量也要算进去 那它主要 假如是你要把水果算进去 它是在碳水化合物 那你就要把它扣掉 因为我刚刚讲说 这样子组合起来 大概是400卡的热量 像我自己每天早上 我会吃地瓜 那我会吃无糖豆浆 我会吃一大把的坚果 那这样大概400卡 而且还蛮耐饱的 因为有油嘛 有蛋白质 所以可以耐到中午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早上都不会出漱口 所以呢 营养是叫我们 一直要打 就比如说 我是打一杯 还有一杯另外一个果子 是带出来喝的 所以一天你涉及两个蔬果汁 因为我们不会去吃嘛 一大早就这样讲 谁会拿的芭蕾那样啃 对 对 你就是把它喝掉 我喝 那习惯到饱了 还是建议大家 尽量不要用 因为其实你饮食越复杂 有蛋白质 有碳水化 有油脂 其实他们饮食是 会让吸收率比较慢 不过你单纯就是 一颗麻辣 一根香蕉下来 其实它的吸收率是很快的 对 像我之前就有一个个案 它每天很养生 它退休之后想说 自己辛苦打病了30年 想说好不容易退休 它要开始做一个养生的计划 每天早上就是一盒的 各式各样水果 它也说它知道要彩色蔬果 所以各式各样水果 大概五六样一盒 吃了大概两年就有糖尿病 当然不单纯就是因为这样 但是这个绝对是因素之一 所以千万不要当作水果餐 水果当作唯一的一个饮食来源 这个是不建议 你可以当作饭后的一个点心 或者下午茶的选择 但是不是当作一餐主要的来源 以肠胃科的立场来看 因为我们吃掉碳水化合物 事实上大概两个小时 大概四个小时就要全部排出去了 那你假如就是从胃离开 那你假如吃蛋白质的话 可以耐三到五个小时 假如你油脂多一点的话 可以四到六小时 所以你吃这些东西 假如你一定要三样都要混合 五比三比二要照这个比例 这样子你早餐七八点吃 你才可以耐到十二点 你假如只吃单一食物 就会像你一样是刚刚讲的 你只吃水果馋了 十点又饿了 你又要再吃东西 那他就反而会热量摄取太多 因为我只很好奇一点 就是大家在讲低GI 生糖指数要低 那比如说我们在摄取一些碳水化合物 就算是好的 不管是蜂蜜或是糙米饭怎么样 其实是不是生糖指数取决于 你有没有同时摄取纤维质 如果你有跟青菜一起 你都大量的纤维质 生糖指数就不会那么快 对不对 当然就像我刚刚讲 营养素互相牵 就杂一点这样 对 你越杂 其实它们的吸收率是互相会影响的 那营养师会告诉你 如果吃一份肉 你就吃两份的青菜 我之前有一个病人 一个男生足科工程师 他进来的时候 他先把衣服撩起来给我看 我就吓一吓 对 我就说为什么要看 因为他说 因为他说他的那个胖 是胖到整个肚子 而且他胖到他连穿裤子 因为太胖了 所以他的肉卡在这边 他都会发痒 所以是胖到整个皮肤 就是发痒这样子 然后整个胖一圈 我就问他说为什么 他就说 奇怪 我到底是胖在哪里 然后他就开始讲他的饮食 因为通常我们都会回顾三天的饮食 然后在三天饮食里面 他的早餐吃什么 第一个 他早餐就是 他必喝大冰奶 而且是大杯的 然后全糖的 因为他做营养师不是说 早上可以吃很丰盛吗 然后第二个他点的是什么 传统饭团在外面再包一个蛋 然后他说这样子是最满足的 对 他说这样子是最好吃的 就他不到一个月 他胖了三公斤 而且全部都胖在肚子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你如果真的很喜欢吃中式早餐 你就把你那个饭团改掉 因为毕竟 说实在那个传统饭团 第一个它 它Gi值真的比较高 纤维非常的低 让你血糖上升很容易合成体脂肪 然后整个量也过高 所以我跟他讲说 你可以改成馒头夹蛋 大冰奶我还是让它维持 可是我跟他讲说 如果你真的可以改的话 看它 或者是说把你的大冰奶改成 所谓的中杯的 就把量减少 但是你知道吗 他不到一个月胖了三公斤 他花了半年才减掉那三公斤 对 所以其实很惨 也就是说早餐 他们都说要吃得像皇帝 但是如果你吃得像两个皇帝 那就 这样子你真的吃太多了 然后如果早餐的组合 其实中式的早餐 倒是有一些技巧可以搭配成 刚刚提到的400大卡左右 第一个你可以搭配馒头夹蛋 然后搭配一杯中杯的无糖豆浆 如果你的馒头 因为市售都是白馒头 你也可以换成 比如说全麦馒头 甚至于就是说你可以换成 比如说在外面可以买得到地瓜 那也可以 然后第二个组合就是 如果你很喜欢吃粥的 因为中南部其实都会吃粥 包括小米粥搭配一个蛋 搭配一个豆浆 如果你的粥可以换成 比如说是木鱼粥也可以 因为如果你真的吃到粥的话 相对聚爱值真的会比较高一点 那怎么让它压低 第一个就是把蛋白质加进去 所以它把它压低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的蛋没有吃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换成 比如说你的粥可以配豆腐 像豆腐或是豆干这样子 整个组合就是大概控制在400大卡 而且聚爱值也是比较低的 可是我粥的话 我会选那种现菜小鱼粥 就满满的青菜在里面 多一点纤维质 就稍微的怎么讲 就让它吸收 生长不会那么快 你看你坐这里 对 没有 因为健身真的需要吃得好 吃得健康 不然真的练不出来 我这边有个案例很好玩 它是个计程车司机 然后呢 计程车司机都坐在车上 坐在车上他们就觉得 要挑那个比较方便带的早餐 所以他很爱吃饭团 然后加那个甜豆浆 饭团就可以拿着手上 不会弄脏这样子 后来他大概半年吧 结果他裤子全部都穿不下 这裤子全部就是肚子越来越大 所以他肢肢看起来是不太胖 但是他就中围这一围 已经超过90公分了 他的中餐会聚在一起吃你知道吗 会 什么卖自高饭的那种 很多那个 那位修酒 整个自助餐的那种 卖结冰水的地方 还有什么粉肠汤 猪肝汤的 后来他就是血糖也比较高 然后血脂肪也比较高 就是中间那一圈 男生不要超过90公分 大概是不是35寸左右 可是他大概37左右吧 就是中间那一圈就特别的大这样 那就属于内脏脂肪高了 对 就是心血管的那种 疾病的风险也比较高 然后他家族里面又是那种 也是那种高风险族群 就爸爸妈妈都有高血压这样子 所以他自己就还蛮紧张的 他自己就还蛮紧张 所以我是有建议他说 那你这样你可能比方说 一个是降低频率 就是说你可能比方说 你本来一个礼拜可能吃个五次 你现在改成一两次就好了 还有就是说你改变一下 你就是那个饭团改成像 真的那个像菜包那一种 不要吃那个煎的 因为早餐店很多也是那个煎的包子 油 或者是对很油那一种 所以就建议他说 那就吃那个真的 他会觉得这样好像不太饱 那我就跟他说 那你可以带一点像什么小番茄 什么苹果 芭蜡那种 就是你好放在车上 然后也方便吃的 增加一些饱足感的 把豆浆换成无糖的豆浆 对 所以加上运动以后 其实后来就还改善得蛮好的 而且后来我有建议他 就像刚刚那个萧医师讲的 其实便利商店 有些也是蛮不错的选择 因为如果他喜欢吃饭的话 像三角饭团就是一个 比较好的选择 然后再加个像茶叶蛋 然后像便利商店 有很多那个高纤无糖的豆浆 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 就是你们刚才讲到便利商店 还有一些中式早餐 包括剧主 你们都忘记还有一个东西 会有 那个很好吃 很舒压 那个很好吃 而且它就是一小片 像小朋友也很爱吃那个 那那个 因为我有时候看便利商店 它后面会有热量 其实热量好像也没有很高 那我们可以吃那个吗 我报告一下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吃 是 小时候是经济考量 所以你们完全是同一名蛋 曾经之前 你看他身材 吃什么都有说服力吗 是啊 因为妈妈给那么多早餐钱 你就想说省一点下来 可以买玩具 对 就是真的是果酱吐司 以前还没有奶茶 以前就是一杯红茶 可想而知里面都是糖 那那些吃了以后 你大概不用十点 你都肚子饿了 而且会饿到手会发抖 好饿喔 因为那时候低血糖 低血糖因为碳水化 就是你的肾上腺素会出来 为了要把血糖拉高 手会抖 然后抖到冒汗 然后终于过去了 可是好累喔 然后到十一点就 全 几次吃就不敢 刚刚那个吐司是碳水化合物 果酱是碳水化合物 那边红茶也是碳水化合物 完全没有脂肪 没有蛋白质 一点都不耐饱 那会出问题 千万不要这样吃 就是刚刚畅后甜点的逻辑 也会发胖对不对 会 因为你又饿你会再吃 台湾人的吃早餐的习惯就是 一定会加一个饮料 可是你什么大冰奶 大冰奶 这些其实除了热量以外 没有什么营养价值 那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 就是无糖豆浆的味道 所以我这边 推荐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就是 我们可以在家里面 自己煮一人水 对 消水种 对 它煮法很简单 它就是你一个电锅 加入大概三分之二杯的艺人 然后先就是把它加进去 跳起来以后呢 就跳两次 这样才煮得比较透一点点 那这个味道它会有一点点的清香 那因为很多人是不喜欢单纯配水 它有点甜味 对啊 蛮好的 它是本身的甜味吗 对 本身没有加糖 没有加糖 那好喝啊 然后艺人本身它有一个排水种 然后可以美白 然后也可以降我们身体的火气 所以用这个去代替饮料的话 是一个很不错的替代方式 那红豆水 红豆水也可以 也是 而且不是红豆汤喔 很多人都以为 喝红豆水 但是其实都煮成红豆汤 那因为加很多糖 不能煎肉 煮到破掉了 对 不能煮破 不是 它煮破了有淀粉就出来了 对 所以像艺人水我们都建议说 底下那一层就不要去冻它 我们就喝上面精华的这个 这个艺人水本身 那我们刚才拉拉干嘛 这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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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我们刚才就拉拉把下面那层 全都弄起来 只能喝上面是不是 对 想说这样的均匀 还好我没有拉拉 我刚才聪明 没有拉拉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探讨 好的 别掉入淀粉陷阱 下列哪一个热量最高呢 这里有萝卜糕 一块 一块的 这个是五股炸粮饭一碗 白米饭拌碗 拌片吐司 这个还用 这还要说吗 对 对 对 可以还有萝卜糕吗 恭喜你们答对了 是吗 是吗 可以有挑战性一点 你看那拌片吐司那么小 对 白米饭本来就是拌碗是正常的 五股 五股炸粮这么陷阱 可是它还好吧 有可能 那么大一碗 对啊 热量 但现在除了讲热量嘛 对 热量 因为常常说你如果吃白米饭 金米饭 不如吃五股炸粮比较健康 常常听到这样 并没有听到五股炸粮比较 好像是 要不要改 可是大魔王 蘿蔔糕它怎么可能垫厚 没有 我觉得蘿蔔糕一定用油煎 我觉得不可能 我觉得一定是 它用油煎 然后它感觉又有米的成分在里面 加工的啦 好 都选 有萝卜你也选一样 对 我也选一 我就选二 只有你选 我就选一 你不一定错 你不一定错 我们也不知道答案 答案是二 好 你看 我说要不要改吧 你又不改 你只有你答对了 这位大会其实准备了一百万的奖金 好 假的 重入 重入 今天不好意思了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其实刚才 瓜哥都有讲到解答了啦 就是其实我们这一集讲的是 就是热量 对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的确减重 或者是养生 大家就说无骨杂粮饭 糙米饭 胚芽饭 紫米饭 比较养生 但是不代表它热量比较低 对 我们只听到他讲 你吃多吃金米饭 还不吃无骨杂粮 对 从来没听过说那个热量会低 对 其实甚至有一些 因为现在太多什么16股 18股 什么股什么的 其实现在有一些无骨杂粮饭 它里面加了一些坚果 其实它一碗的热量甚至比 但是为什么会说 减重的人还是可以多参考 无骨杂粮饭 其实主要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 因为白米饭 过于精致 什么胚芽 胚乳 肤皮 其实都被去掉了 所以一些微量营养素 其实基本上都流失了 再加上刚刚提到的膳食纤维 其实在无骨杂粮饭也比较多 所以其实饱足感 对于想减重的人 就像刚刚萧医师讲到的 你不要时间还没到 你就饿了 就会去吃一些多余的东西 其实无骨杂粮饭 主要是让你比较耐 可以延迟到下一餐 第二点呢 其实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无骨杂粮饭 就是因为有这些膳食纤维 这些部分 所以它的 不会让你的胰岛素 一下子喷发这么多 引起所谓的 如果你本身也是 淀粉一族的人 其实这张手板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一般来说精致的东西 你就是一般中型的碗 简单来讲 一个女生一天 如果你没有特殊的运动量 都是静态的活动 一天大概就是 每一天可以吃的所有的淀粉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吐司 馒头 饭 萝卜糕 就是两碗到两碗饭 男生大概就是 两碗半到三碗半 刚好两餐 对 至于说当然 还是希望大家多选择一些 刚刚讲的 不要白色的淀粉 像比如地瓜 芋头 南瓜 麦片 这些都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但是我再次强调 它不是热量比较低 而是说它会比较有保持感 对 可以让你的吸收率会比较慢 不代表说今天大家都在讲 地瓜多好 多好 回去拼命课地是吧 这样子也是不错 瓜哥 我这有一个自身经验 刚才健身的时候 研究超级食物 比如酪梨很营养这样子 酪梨很肥 一个礼拜都肥死 我觉得 酪梨超肥的 它整个都是油脂 虽然是好的 可是你吃三颗也贵 所以其实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个 这个是我自己觉得 非常非常适合的一个 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小技巧 就是所谓的菜饭 像大家如果不仔细看 你不会发现它里面 其实高达了一半的花椰汉 我刚刚看女優都是白饭 对 因为这个季节 其实花椰菜是当季当令 其实如果你不排斥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把花椰菜把它剁碎 尤其是白花椰 但是我再次强调 不是让你单独吃这个 太可怜了 很激烈 真的很自如 我们现在不是看那个可怜之类 我应该吃完很多心酸的感觉 很可怜 而是说你的饭的部分 你肉 菜 还是有 但是你饭的部分 麻烦你可以一半 把它用这个菜来做一个 就是取代 像你看我们刚刚讲 一碗白米饭是280大咖 但是我有朋友 他就是真的每天 他只要碰到饭 他就是一半用白花椰菜 另外一半还是用饭 他才三个礼拜就瘦了三公斤 因为他才一半的白米饭 他就少了150大咖 但是他还是吃了一碗 而且视觉上他还是吃完了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有点是骗过自己的大脑 但是在口语方面 而且花椰菜 菜类其实你又要咀嚼 它比白米饭又更需要咀嚼 所以刺激我们的保食中素 所以其实让你在减重过程中 不觉得自己挨饿 但是视觉上面又觉得 我有吃完一碗的饭 但是隐藏在里面的热量 其实你已经足足少了一半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像有糖尿病的患者 用淀粉其实真的是满可怕 像我分享的个案是这样 我一个30多岁的一个患者 他是就去割包皮 无意间发现怎么有病 他诊所医师给他一个建议室 对 割包皮怎么发现糖尿病 他会发现 在过程中护士说 你有糖尿病啊 通常都因为 因为命令外科 对这个都很敏感 我说一割包皮就知道糖尿病 一剪指甲就知道高血痒 所以常常都是伤口问题 所以你说命令外科看得很准 你说你要去检查一下血糖 那来就 那诊所医师其实开始给他的建议很好 就是跟他说你要打胰岛素 可能一开始就很高了 他就这样乖乖的打一阵胰岛素 那一阵子之后 他有听朋友说 其实现在很多新的血糖药 他就想说是不是可以 用口服药来解决就好 就来医院找我们 那我就说可以 我们就先检查一下 他的糖化血红素还是有8 比我们的目标值7 还是有段距离 我说如果你现在要把胰岛素拿掉 一定一定要很认真去研究你吃什么 要做饮食的调整 而且我希望他做配对的血糖测试 我们现在都很希望说患者要量血糖 你不能就是只量一次 你要知道说 你吃完之后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开始监测之后 他有一些心得就是他发现 他去外面吃饭 他喜欢吃一些控肉饭 或一个鸡肉饭便当 他都有个习惯就是 他觉得白饭 有什么那么可怕 那么伤吗 他反正他只要多夹一碗白饭 他那天的 他也知道有很多问题 那他开始就注意说 那我来把白饭减量 以后控肉饭都不再加饭 连老板都问他说 为什么最近吃那么少 我的味道不好吃吗 他说其实我在控制血糖 这样一阵子之后 他慢慢慢慢的 胰岛素拿掉血糖要改装去之后 他血糖一样可以把它控制在 目标值以下 而且只用一种药物就可以了 所以只要去关注说你自己吃什么 你去测那个饭后的血糖 就很有心得知道说原来 就是 花椰菜饭 花椰菜饭 以前有一个阿姨 她来找我的时候 她就是血糖太高的问题 然后她就很困扰 她说我都很配合医生讲的 我饭量都很节肢 我一餐都只有吃七八分满的饭 可是为什么我的血糖都控制不下来 她就很苦恼 像我们现在不是常说什么 南瓜是超级食物吗 说南瓜很好 所以她把南瓜入吃 她就把它当菜吃 然后像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 人家在电视上常常讲说什么金色蔬菜 就会讲玉米 她就以为那个不是蔬菜吗 怎么会是变成是淀粉的东西 所以现在不是那个什么 超市又有卖什么三色蔬菜 是玉米加那个豌豆仁 加那个胡萝卜那种冷冻蔬菜 那其实里面就有两种是属于 跟饭是同一家族的 都是淀粉糕的 就是玉米跟那个豌豆仁 然后她又认为像是 南瓜或者是像山药 她也觉得是很健康的 而且那是菜 后来就教她那个 所谓那个食物的分裂 哪些是菜 哪些是属于淀粉类的东西 她才搞清楚 原来她是吃错了 她一直把这些东西当成蔬菜 然后以为自己很健康很养生 结果把自己血糖弄得那么高这样子 台湾现在糖尿病了 100多万 成年人的盛行率百分之12.5% 每8个大人就一个糖尿病 所以这个其实糖尿病控制很重要 糖类又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高基胎食物 跟低基胎食物 刚刚我们有练健身的一直在讲 事实上这个高低 它的值就差在 55以下叫低基胎 假设大于70就是高基胎 那你看 我吃假如吃白米饭 它就是很快血糖会升上来 假设我今天吃超米饭 那么它的血糖上升 就会非常的和缓 一开始的血糖是一样的 可是两条曲线完全不同 那因为这个血糖这么高的时候 它会到身体全身去 这个血糖黏在蛋白质上面 那一旦蛋白质被这糖黏上去 那蛋白质就失效了 那就全身到处发炎 那是大麻烦 因为到处发炎 就以后很容易得到癌症 所以这个血糖上升很大的问题 然后降下来又会降太快 因为你上升这么高的时候 胰岛素就出来了 胰岛素出来把它降太低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吃那个 很简单的吐司的时候 会肚子饿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你又饿 你又在吃 所以对血糖控制其实是非常不利 那我要举个例子是 有一个电子业的高阶经理 就胖胖的中年人 血糖控制不好 它糖化血色素8.5 正常要4到6 那我们看它的饮食记录 它每一餐午餐晚餐一定要吃 一碗以上的白饭 它觉得不吃白饭好像没有吃饱 我说白饭真的不行 这张给它 仔细的跟它解释清楚 它终于愿意吃糙米饭 吃糙米饭就走这条线 结果就是大概三个月时间 它体重只降 只降3公斤 其实没有很多 但是糖化血色素就从 8.5就降到7.5 所以这个升糖指数 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血糖 影响很大 也对体重真的影响很大 我本身有一个 也是有一个小配合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白木耳 然后白木耳跟枸杞 去组成一个叫做 木耳糊 这个东西它可以在饭前的时候 先去吃 那做法很简单 你就是把木耳泡开以后 你跟那个枸杞 一起放到食物调理机里面去搅 那你想要比较有口感的话 你就把它搅出一点点 你可以在饭前的时候 先喝一小杯 或者是说单纯把它当作 是一个宵夜去 它颜色看起来好像辣椒酱 这个 因为有枸杞 像泰骨酱 这个也有新鱼酸的感觉 只有枸杞有甜味 双三个木耳酱的味道 因为木耳本身 它也是一个胶齿非常丰富 那还可以补充一些 植物性的蛋白质 所以对一些那种在减重的耳仁 他们缺乏的一些营养素 这个都可以补充得到 这个好好喝 喝点薄 去喝完 今天上的是健康课 宵夜 有哪些陷阱我们看一下 宵夜陷阱多 嘴馋食该怎么吃呢 先从哪里来 乳味 白豆皮一片 鸡心一串二号 鸡蒸三号 冬粉一把 你觉得哪个 瓜哥你好像在点菜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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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你 算一罐 老板 我们打烊了 哪样的乳味 热量是最低的 請举牌 好多 冬粉 绿豆 冬粉 冬粉 明明心理跟大家又不一样 不要跟瓜哥一样 你們是三号 冬粉它因为有汁液在上面 它都吸 它本身是健康 可是它酱汁 我觉得 热量 吸了很多热量 现在不是健不健康 是热量 那鸡心 为什么喜欢鸡蒸 鸡蒸好像它没有脂肪 对 都蛋白脂肪 但那鸡心呢 它们大食超多 就蛋白脂 好 我来做解答了 来 热量在这边 鸡蒸 对 其实热量最低的是 对吧 对 这边热量比较高的 可能就是比如说像鸡心 它是所有在内脏里面 它是排第一名的 是 它会比鸡肝还要肥 会 会 会比鸡肝还要肥 然后另外还有提醒一个 内脏里面的两大恶魔 一个是鸡心 一个是大脂肪 然后鸡蒸出乎意料 它虽然是内脏内 可是它的油脂是非常少的 那它鸡蒸的部位 其实是鸡的胃 对 所以其实它是主要是 提供蛋白质的部分 对 鸡的胃部分 你看去老天路 那不是有什么鸭蛇 鸡蒸 鸡感 鸡心都有吗 那鸡蒸要缺货 对 这个呢 那鸡蒸出来之后 直接说它是内脏内的东西 我们还是建议不要吃太多 之前我有一个病人很有趣 难过这么高 对 他在减肥 然后他老公很疼他 然后他是晚上卖衣服的 然后他每次只要卖完衣服 已经11 12点了 他就觉得肚子很饿 所以他就要去买东西吃 然后因为他已经减肥 他老公每天都买乳味给他吃 结果乳味里面 他就吃了很多的鸡翅 然后再来就吃了那种鸡心 然后鸡胸肉也吃很多 因为他觉得反正只要吃蛋白质 他就会瘦 结果后来两个礼拜之后 他胖了3公斤 体重就积极了 对 就积极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吃乳味的话 我倒是人性化提供给大家 可以吃的 第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乳味里面 包括高麗菜 海带 或者是说有些四季豆这些 其实这些就是膳食纤维很高 热量很低 可以无限吃 豆类里面 你可以吃大豆干 小豆干 然后刚刚提到的那个白豆 白豆皮是可以的 因为豆皮其实有分一种 是油炸膨起来的 那一种是比较扁的白色的这一种 那他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 对 然后另外呢 如果你真的男生很喜欢吃肉的话 乳味里面倒是有两种肉可以点 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就是猪腱肉 其实它后腿肉 它相对它的油脂是比较低的 对 然后第二个 如果你喜欢吃牛肉的话 有些乳肉里面有牛腱肉 它是在红肉里面是 所以你可以选择这两种 所以你可以做这样的补充 那记得就是说 如果你常常在吃卤味的人 记得就是说量也不要太多 因为虽然说 它是属于在所有的 邪恶的那个宵夜里面 它是属于比较好一点的 但它会让你明天就是 看起来很重 因为它盐分的角度 盐分太多 冬粉的糖分 冬粉是因为酱汁的关系吗 对 冬粉是因为酱汁 那因为我们今天选择这把冬粉 其实它是偏向就是四分之一晚饭 刚刚直瓜哥讲到 一晚饭四份 它大概就是一份左右 然后吸一点酱 那如果外面比较大把的 平均来讲大概都有 半碗饭的热量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吃的话 我觉得倒是有一些 比如说像有些乌龙面 或是一些那个蒸竹面条 那你大概平均都是半碗饭左右 那接下来我们看炸物鸡 我在这边快被箱死了 什么箱子 箱子箱子箱好箱子 箱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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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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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比 这怎么选 他们两个不是同学吗 哪个比较低 这个还用选吗 哪个比较低 一定是鸡排比较低 可是它很大块 没错 但是它里面是没有酱汁 这一块一块都沾酱汁 分布的酱汁会比较多 而且它油炸裹粉的地方更多 对 它只是在外面 其实你吃开 把那个粉拿掉 其实中间是没有什么酱汁 所以面积虽然大 但这个是有陷阱 我都不知道要讲什么 因为高哥都讲完了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炸物 当然热量都高 但是我们在偶尔还是会吃 所以其实 有时候我们在吃的时候 还是要聪明选 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就是 烹调的过程就是油炸 所以尽量就是你不要选那种 比如说像 我们今天举例的是炸鸡排跟咸酥鸡 像还有包括什么很常见 像杏鲍菇 它也会沾酱再去炸 或者是像豆腐 还有像是有一些 比如说百叶豆腐这些 甚至有一些地瓜 它都会切条 地瓜薯要去炸 对 再去炸 所以其实这种东西 你越小块越细 越亮就越可怕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炸物跟所谓的卤味 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咸度 因为很多那个胡椒 好像不用钱一样 拼命的撒 所以其实如果你本身觉得说 那个炸物本身就有些味道了 那其实我觉得这种 胡椒就不要额外再撒 很多的 就所谓的炸物的摊贩 它有所谓的一些辛香料 叫 虽然它应该也都没有洗过 但是加减吃 还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种炸物 其实里面有很多自有机 所以其实如果你能多吃一些辛香料 其实对于身体来说 还是会有一些帮助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 营养师会不会吃炸物 我还是会吃 但是我一定会 均衡摄取 什么叫均衡摄取 我一定会 一种肉 包括刚刚大家看到 可能咸酥鸡或鱿鱼这一种 一定会选一种 变盆 可能是比如说 甜不辣 蘿蔔糕糕 或者是糯米肠一种 一定会选 像刚刚讲的 杏鲍菇 四肌豆 或者是花野餐 可能都会说 营养师那个青菜也都炸过 可是至少它的本质 它本身的热量是低的 也可以让你整盘的咸酥鸡 至少热量是可以稍微被稀释一下 所以其实偶而吃炸物 我们还是可以吃得稍微均衡 我炸物会选那个吃猪排 吃的猪排 旁边不是有高麗菜吃吗 对 它可以做一个比销 但我自己有个小方法 如果我真的很喜欢吃咸酥鸡的话 通常我们都叫外送 外送通常都要等一下 所以在等一下的当下 你可以切个一碗的水果 先来吃 我会不会先做 我会不会先做腹肌一台下来 我觉得用的方式 应该会比较有用 去消耗 吃更多 这个水果是有技巧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明华养师提到 很多炸物其实都有自有机 那你反而搭配 高维生酥稀的水果 我先把它吃一下 第一个你的血糖也不会飙 飙的就是掉到太低 你会觉得肚子饿吃过量 第二个维生酥稀 可以帮助你可能至少 解一下这个自有机 那搭配的饮品 其实你可以选择茶类 无糖的绿茶 红茶 乌龙茶 都可以 里面至少有额茶素 做一个解毒的功能 所以我倒是觉得聪明吃 然后频率降低 今天要介绍大家观念 是很重要的 因为不是说一定要减肥 最起码你不会比现在更胖 如果你建立这个观念 你不会更胖 你还有机会往回谈 我之前有一次 在帮一个健檢的客人 做总结报告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他在连续这几年来健康检查 其实三酸甘油脂越来越高 两三年屡创新高 然后身体组成分 其实就发现 内脏脂肪特别多 就是中广型的身材 那其实他高高壮壮 可是肝指数也高 因为有一些脂肪肝 那我们就会开始要了解 那最近有没有什么身体不舒服 他就说他最近大概 就是有这半年来 睡眠总共状况不好 有点失眠 那皮肤容易搔痒一些 蕁麻疹的问题 然后就了解一下说 那包括说他有没有一些 运动习惯啦 饮食啦 甚至压力来源种种的 那总结起来 他有一个比较不健康就是 他为什么喜欢吃宵夜 其实他就说就是 白天老板的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有时候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有时候压力很大 我压力好大 好想吃个汤筋菜喔 不会吗 压力好大 然后再吃个沙拉 不可能 因为都怒吃鸡排的 对啊 像我们的护理师堂 都怒喝珍珠奶茶 对 半杯都是糖 半杯都是糖 真的怒吃 所以这样才是可以抒压 我就说那你都吃什么 他要说他如果下班 就去买 炸物烤物 那就很抒压 在公司他就吃泡面 在公司的休息室 准备很多泡面 他有时候吃一碗不够 吃两碗泡面 所以他觉得 泡面味道很重啊 然后吃了就 真的会有放松的感觉 那我就跟他说 那有没有其他管道来抒压 他跟我讲说 你就说 我说不是这样子还是不要说 你可以去运动啊 其实我有点接不下去 我就从他 我就说不要 你不要打医生就好 没关系 我就把他转接去给营养师 那我们营养师跟他就是 教导了很多说 怎样去计算你那个 你可以吃点心 可以吃消炉 因为可能你工作忙到9点 10点 真的很饿 真的很累的时候 怎样去精算 他高高壮壮的就建议他说 你热量还是要算 你100多大卡的消夜 一定要超过200卡 唯一的原则你就算 还是会建议一些比较健康的 像吃一些 燕麦 燕麦 其实输压 保住感很重 他会很想打营养师 对 吃燕麦好无聊 吃燕麦好无聊 吃你的蔬菜 他就经过这个建议之后 他就开始把营养的 消夜这部分改掉 他不但胆固存进步 连睡眠都进步了 所以其实他就是因为 消夜的一个不良的习惯 所以整个身体都出了 是 有东西很好 咸水肌 然后肌肉和青菜很多 木耳 洋葱加进去 但是 每一整包吃完很爽 其实咸水肌是一个 蛮好的消夜食物 可是就像你刚刚讲的 那些额外的调味 额外的汤汁真的很好 然后选鸡胸肉 想到吃消夜这个问题 常外科一直真的有点建议 因为你为什么会想到吃消夜 除了说酥压以外 因为你那时候肚子饿了 你就太晚睡了 因为我们一般晚餐 6点 7点吃 你到了晚上 你假如12点还没吃 已经过了5个小时了 那个时候是肚子空了 所以你会想吃东西 所以想要不吃消夜 只有一个办法 早一点睡觉 早一点睡觉 对 但是假如说 你真的非吃消夜不可 我就一定要晚睡 晚睡就是肚子饿 有一句话叫做 你胃不好一定睡不好 所以你要吃一点东西 但是这个时候 我建议大概 100卡左右就好 其实有很多东西是100卡 比如说吃一份水果 一个芭蕾 一个苹果 OK 虽然不够输壓 但是假如像在冬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 你吃一碗 是菜吗 可以 这个可以 吃一颗卤蛋 其实你就不饿了 晚上吃消夜 真的只是让它不饿 就赶快去睡了 不是要吃很饱 所以说尽量早睡 不要吃消夜 假如非之不可 以100卡为准 100卡 这样就比较不会有肥胖 但味噌汤会不会太咸 其实减肥也不是今天听起来 就像我一样我去减肥 我每次给那个营养师 那个单子 我都不填分量 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填分量 我就有什么用呢 吃了几个月还不就这样 他看我很生气 你有明显改变 但是你要努力 吃的量你要填1.5 2.5 你就写到好烦 每天都写日记一样 写到我 那你需要吃量 他真的需要吃量 但是我觉得我有观念改变 最起码现在吃的东西 会有罪恶感 以前吃就吃 现在吃这个超亮 有时候录影珍珠奶茶 一杯珍珠奶茶 拿无糖的 无糖一来对不对 我只是想要那口感 我大概喝1.3杯就好了 对 感受一下 闻一下味道 回头一看 喝的时候很舒压 吸管蛮大的 喝完之后 很弃自己 情绪不然 但真的会要舒压 我的意思说减肥 不是不能通通不吃 其实都可以吃 忍的是很辛苦 但我们今天建立一个观念说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不要比今天更胖 你会注意到 你会慢慢往回谈 而且你说实在 你吃这些东西 久而久之也习惯 那你就会知道 什么东西不能碰 事实上我们看 这几个月都没有再去吃麻辣锅 没有吃火锅 所以你的观念是有建立的 那可能还要辛苦一段日子 也要慎选食材 胖 没错 就是很有感觉呢 瓜哥 感觉什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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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因为我自己一直减重失败 像现在很流行 这个168减重法 对 还有什么生酮饮食168 对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 但是我们很难去找到一个 是完全适合自己的 所以很常就是会 然后就又富胖又要减重 其实就来来回回 像是一个地狱的轮回 可是今天来宾上面都有赫赫的战绩 真的 真的 它这些数字 还有瘦58公斤 对 太多 真的 好累次 真的 所以减肥这个课题 一辈子都在面对它 对 一直在打仗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有义务要教大家 会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 它也许不是一次又减那么多 但是不会让你富胖 富胖这两个字 是比较恐怖的 而且又不会伤健康 是最重要的 对 请医师好好地分享这个 来 我们随便看第一个 重整荷尔蒙 终结肥胖 荷尔蒙 对我们人的体重 确实是影响非常大 而且男女有别 怎么讲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女性荷尔蒙 我们常常讲说有西洋梨型 有苹果型的肥胖 女生一般就是西洋梨型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她的脂肪会分布在比在下半身 会在大腿跟臀部 为什么 因为女性荷尔蒙 为了要保护子宫 为了要让她怀孕的时候 小孩子很顺利 受到脂肪的保护 但是有一个问题 当更年期的时候 女性荷尔蒙下降 不好意思 这个时候你在乱吃 脂肪就跑到肚子来了 这个时候 针材会变直直的 就变汽油桶 第二个是男生 男生的男性荷尔蒙 事实上会让脂肪堆积 就在上腹部 你全排 你看瓜哥 你看 你看我们背影有胖吗 有胖 有胖 整个 反正 这瓜哥也是背影杀手 对 所以看起来就像苹果一样 真的危害是肚子的内脏 内脏 所以今天特别提一个叫做 腎上腺素 因为现在人压力都很大 你压力大的时候 这个腎上腺素它很坏 因为这个荷尔蒙就是 你压力大 它腎上腺素 就是腎上腺的皮脂醇 或者我们讲说 是体内的肋固醇 这肋固醇一上来的时候 会产生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 它会让 胰岛素分泌多 胰岛素分泌多 血糖会下降 你会肚子饿对不对 你就要多吃 血糖又飙高了 对 所以你压力大 你就会多吃 多吃热量多 变胖 第二个问题 当腎上腺素上来的时候 它会让腹部这边的脂肪酶 特别的活跃 这个时候脂肪就全部堆在这里 所以你讲要解决肥胖的问题 第一个要先抒压 有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女生 她在高三的寒假被妈妈带来 因为她160公分 本来55公斤 可是高三开始很忙 就半年就胖了50公斤 怎么办 本来漂漂亮亮的一个高二女生 现在变得那么胖 来 我问她说 你现在几年级 我高三 我就跟她妈妈讲说 接下来还要考试 因为她的学策考得不太好 她7月还要考直考 我说只考考完再来 当然还是告诉她要少吃一点 很可惜她 她过了半年 她再胖个5公斤 所以从160公分 从55就变70了 70公斤 但是不错 她这个直考考得不错 所以暑假开始来减肥 压力解除了 瘦得快一点 对 我们在大概5 6个月 就让她瘦了15公斤 瘦了 我特别提 除了当然 我们少吃多动少不了 加上大一餐 加上药物 我今天特别提一个 是当时给她一个 5 3 5 3 5的减肥方法 就是喝水减肥 5 3 5 3 5就是 3餐饭前 喝500cc的水 你只要3餐饭前 30分钟先喝这500cc 你那一餐 这是真的 三个月就可以多减2公斤 所以除了 刚刚讲的那些什么 饮食 运动 药物 代餐 好好的喝水 两餐中间喝300cc的水 这样加起来 一天就2100了 这样是2100 一般的人就够了 因为我们大概是 身体的 就是说你70公斤 乘以30 2100 事实上 就会瘦下来 你看一年好像听起来不多 如果每年能平均 这样1.5公斤就好了 10年就15公斤了 对啊 一年就7 8公斤了 真的 但是就是 学问就是不要再富胖下去 有的人 要看那数字 突然减5公斤很开心 可是 瓜哥所以这个 体重控制是一辈子的质量 对啊 刚刚说喝水 你要一辈子喝 就是这样喝 半钱都喝500 其实我刚刚听完 消息师说了 我好像完全符合 刚刚的所有东西 因为我大概就在两年前 那时候接了 邦党的八点党的台语剧 然后我的台语很烂 所以我那时候压力 压力很大 非常非常大 而且戏份那时候又蛮重的 那就在那段期间 拍戏过程中 我大概就 因为我贪吃 我自己也是厨师 所以我就会自己一直煮 煮一煮我大概在拍戏 那几个月就胖了 7 8公斤吧 那很低 对 那个阶段就7 8公斤 然后好不容易拍完戏了 想说 没有人的压力之后 来开始运动 但就刚好遇到那阵子 我的工作量大减 然后压力 生活压力又上来 又犹豫了 又犹豫了 又只能靠吃 我昨天就完全靠吃 在排压 然后越吃 但是我的运动 就那个时候奇怪的是 我运动量维持着 都一样很大 但一点效都没有 以前只要运动就下去 这次没有 那我就吃更多 所以我在那阵子 总共胖了18公斤 到大概92 90幾公斤 你的照片 蛮 你有这个时候 就发现了 对 我就跟你说 我有这么胖过 超级胖 而且那时候是我只要回家 洗澡看到自己 我会觉得怎么那么恶心 然后往下看不到脚趾 你知道 就是苹果 真的就是肚子很大一颗 然后每天都 很撑 很脏 然后一直 吃就想吐 我开始尝试了坊间的各种减肥法 像是168也试过 是 然后只吃水煮餐也试过 只吃草也试过 就是下不来 然后后来我就用了很极端的方式 完全不吃 完全不吃 但我以前也试过这样 更不对 完全断食 就我以前失恋的时候 用这种方式 瘦很快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有效 但是 胖回来更快 胖回来更快 而且那一阵子是 连用这个方法都瘦不下来 很快 然后我就开始各种内分泌失调 然后整个人气色很差 一直到我大概去年开了店 那开店 本来想说会吃更多 结果 开店的时候开始瘦了 不知道是不是 每天你在那边炒东西 你也对 暂时不想吃 然后前阵子运动的效果 开始慢慢回馈回来 二方面他又因为有工作 他不会有忧愁 对 所以你才做 对 然后那时候精神就很好 工作趁时间慢慢恢复 那很快 大概两个月左右 我就 减掉做18公斤 对 但因为太快瘦下来 所以还是 两个月 对 但是这么快 其实会有腹胖的问题 所以我最近有再回来一点点 但 从这个开始 我就觉得不行 因为自己也做厨师 然后也还是要健康一点 所以我就尽量维持的 我 因为真的会忘记喝水 对 水多喝 然后尽量在可能7点8点之后 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然后戒糖 很爱喝瑶瑶 打烊之后你不会饿吗 会 会 会 但就多喝水了 多喝水 唯一的方式是说 他因为他有工作 心情压力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对 压力降低 第二个在工作的时候 他也没有那么贪吃 对 是这样瘦下来的 对 这也是一个方法 我觉得输压是最重要的 对 来我们看第二个 提升瘦体素 让你瘦不停 是 我来告诉大家 今天来分享 其实在国外的期刊 针对荷尔蒙有发现 我们身体自然就会产生一个 叫瘦体素 顾名思义 就是它会让你 越来越瘦 不用做什么事就会瘦 如果你的瘦体素 瘦素分泌多的话 可是年龄越大 瘦体素就没有 是 而且根据研究发现 瘦素跟饥饿素 我们身体还有另外一个 恐怖的东西叫饥饿素 就是说你饥饿素一上升 你就会一直想吃东西 像刚刚尾翼这样 你压力大 睡眠不好的时候 饥饿素就会一直分泌 但是反之 如果你是很轻松 每天11点就睡觉 睡到七八个小时 然后睡得很饱起来的时候 你的瘦素会一直增加 因此你就可以是那种 吃不胖的体质 所以其实要告诉大家 我们在荷尔蒙 就是说你的睡眠 饮食都非常重要 我这边有个案例是 我们减重门诊有个学生 他32岁 他就跟我说 他29岁换到一个公司 他是做老板的特助 他就说在这三年里面 老板天天都是很临时 丢给他一个东西 然后叫他马上就要给 如果他做不好 就会人生攻击他 你租什么的 你赶快换一个给我 所以他每天从早上9点 一直到晚上11点 都处于一个很高压的状态 因为很戒慎恐惧 就想说老板我要讨好他怎么样的 结果他就跟我说 他这样子越来越胖 从48公斤 一直胖到85公斤 一个女生 我就问他说 那你白天都吃什么 你三餐都吃什么 他就跟我说白天其实 就心里很委屈 根本都吃不下 就靠一杯拿铁 然后就一直撑到晚上11点 可是回到家之后放松之后 他就开始打开外送软体 就开始咸酥鸡 然后可能炸的 甜的 泡面等等 就一直吃 而且他心里还是吃完 还是空空的 完全没有饱足感 我就跟他说 亲爱的 其实你这个状况的话 饥饿素是一直在分泌 让你大脑没有饱足感 我们不如来好好的提升一下 你的瘦素好不好 因此我就给他建议说 你上班的时候 你先去便利商店 买三个茶叶蛋 你就固定早上十点 不饿也是要吃 下午两点再吃一个 晚上五六点的时候 你再吃一个茶叶蛋 那因为蛋有好的蛋白质 可以帮助你的瘦体素的分泌 那晚上回家的时候 他就发现说 我竟然没有像以前那么饥饿 我可不可以开始控制一下饮食 他就说他之前曾经试过 断食减肥法 曾经一个月 他就想说晚上不要再叫 直接炸的 就改吃一些青粥 一碗粥 结果没想到一个月 一公斤都没有掉 反而是用了我们这个方法 你让他三餐吃点蛋白质 我也建议他说 你偶尔来点毛豆 豆浆 豆腐 味噌汤等等的 那你晚上的 原本吃炸的 改成是卤的 有一些蔬菜 有一些蛋白质 这样子半年下来 他回到68公斤了 所以告诉大家 其实荷尔蒙很重要 荷尔蒙会影响你的睡眠跟压力 当你睡得好 瘦素就会越分泌越多 那你就可以是 越来越瘦的体质 这两天跟我女儿聊天 她就是讲 她早上起来就是蛋白 没有糖分 打扮跟香蕉 她就出门了 然后我跟她录影 录一集下来休息她就吃 录一集下来她就吃 她吃一点点 什么都吃 意大利面 炸其他都吃 都吃了 没有技巧 她有研究 她有研究了很多瘦身的方法 这个她讲的就是一种方法 所以让你不要饥饿 一饥饿你的脂肪就囤积了 反而瘦素不会分 蛋白质很重要 是 吃足蛋白质跟睡眠沟 就可以养成瘦体素 没错 当然它运动量大 有的人运动量 一直说运动 为什么不会瘦 如果人家运动 每个都瘦巴巴大 运动一天要超几个小时 对 当然不会瘦 运动只是一种方式而已 我是因为生女儿的时候 碰到70公斤 对 没办法接受自己那么肥的样子 看了就会忧郁 那你知道忧郁又怎么样 就想吃 对 这个照片是您最胖的时候吗 那时候是刚产后 而且你手上还拿着蛋糕是不是 这早光 那是我的生日蛋糕 没有吃不敢吃 我那时候甜食都不吃 所以有淀粉类也不吃 那我刚刚有吃的就是我们赵医师讲的 蛋白质减肥法 我觉得这很有效 我就是靠吃蛋白质 因为我本身是素食者 所以我就是吃一些植物性蛋白质 然后加一些食材 无糖豆浆这种 对 无糖豆浆 豆腐 豆干 然后水煮蛋 然后生菜沙拉 但是重要的是 可是问题来了 你运动还是不能过量 运动一过量的时候会更饿 对 好想吃 然后是什么东西 尤其想要吃什么油炸的 什么的 就很想要满足那个 内心想要补足那一块 就觉得说我刚动很多了 我应该可以再吃多一点 所以不行 所以我觉得运动其实也不能超量 我付出一个惨动的代价就是 不吃淀粉的时候瘦很快 可是胸部跟屁股就不见了 就是不能够都不吃淀粉 也不能够都用结实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刚刚医师讲的 那是什么 瘦什么素 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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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了 好像增加了 而且当我们运动完之后你去泡澡 它的瘦体素其实是持续的 对 运动是可以增加的 对 你说运动完之后的瘦体素 对 会增加瘦体素 对 那我们会不会跑肥体素出来 对 应该是瘦体素 需要瘦体素 对 如果有卖瘦体素就好了 那可以用补充吗 打一支瘦体素 没有这个东西吧 但是真的你运动过量 我们有发现 如果你越饿越累 然后还坚持去运动的话 反而你饥饿素 会大于很多的瘦体素 所以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品牌 那很重要 蛋白质减肥法是可以的 但是要注意是 假如肾功能不好的人 不能这样说 你吃那么多的蛋白质 我们所有的含氮废物 蛋白质的代谢的废物 要经由肾脏排泄 所以当你肾脏不好 你吃那么多蛋白质 你的肾毒素会累积 不能过量 对 所以我们一般正常情况之下 还是碳水化合物比上脂肪 比上蛋白质是 当然说碳水化合物少一点 把蛋白质增加到三成 这个合理 变4比3比3可以 可是不可以全部都吃蛋白质 那样肾脏负担真的是很大 而且还有刚刚萧医师讲 多喝水 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发现我如果一天 有喝到2000到3000cc的水 我那天不太会有饥饿感 对 但是水量不够 女生3000就很多 对 需要 是非常需要 但是我如果没有喝到2000 我整天都想吃 奇怪 一运动就想吃 难怪 难怪我一直在吃 难怪我一直在吃 有时候只是口渴 不是真的肚子饿 来 我们看看第三样 再来是我们要针对体质 甩开局部的肥帕 我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一个52岁的女性 她其实晚婚晚生 所以她38岁才生第一胎 胖了5公斤 40岁生第二胎又胖了5公斤 所以她的产后 就从55一直飙升到65公斤 她的身材就是 因为产后就是女性和什么关系 所以其实她都是胖在屁股跟大腿 以前的牛仔裤没有一件穿得下 其实因为产后 因为她又晚生 其实她心思都在小孩身上 所以她也 就是说对减肥这事没有那么积极 然后再加上她42岁那一年去体检 那体检她除了体重大概65公斤 她体脂也偏高 那是34 女生的体脂量最好在30以下 其他的健检报告都非常的正常 所以她就自嘲说我就是个健康的胖子 那就更没有那种 就是更没有动机想要减肥 可是时间慢慢慢慢 这10年过去 从42岁到52岁 这10年其实每年都有微幅的在增加 那她有发现 真的好像到了50几岁 所以她的脂肪堆积 不是只有下半身 下半身还没有瘦下來 她发现肚子 肚子又开始 这个是坐下来 肚子很多层了 所以她的肚子也开始变多了 所以她在52岁那一年 隔了10年去体检的时候 她的体重是从65 跑到70 她就想说 其实还好 10年增加5公斤 还是可以 她满肉丸 对 对 所以她想说又不是暴身 而且因为10年慢慢增加 没有感觉 她的体脂肪 其实当然也上升 从34变到38 可是这一次最大的不同就是 她的体检报告竟然满僵喉 而且有发现说她的血压 血压正常是120 80 她竟然是155跟97 她血压非常的高 然后她的血脂肪也是 我们胆固醇正常是200 她飙到290 那三酸甘油脂 标准是150 她350 她整个是暴增 然后血糖也偏高 所以呢 那个医师就说 她要开始吃药 要吃降压药 要吃降血脂的药 如果再不控制体重 可能也会糖尿病 血糖也会上升 那她就想说 对她妈妈 她们家族就是有高血压 跟糖尿病的家族史 那她妈妈 因为也没有控制得很好 在60岁那年就中风 就走了 所以她很遗憾说 她妈妈因为她也 比较晚才结婚 她妈妈就没有机会 参加她的婚礼 那她就想想 那如果她也没有控制好 她60岁 她儿子才20岁 她就想说不要说婚礼 我连我儿子的大学毕业典礼 我可能都没办法参加 所以她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 想说一定要来减肥 我们中医也是有看说 我们不同的身型 女性在这个更年级之前 她大部分都是下半身的肥胖 就是西洋里型 那等到到了更年级之后 她大部分就是属于胖肚子 是苹果型 那男生也是属于偏苹果型 所以我们中医来看 如果你是属于苹果型的身材 都是偏甘胃预热型的体质 都是什么压力大 然后就用吃来疏解压力 暴雨暴食又喝酒 那所以都属于这种 比较偏苹果型 甘胃预热型的体质 那如果你是属于这种 就是下半身西洋里型 我们中医认为 它是比较偏皮须水肿型的 皮须失足型的体质 所以女性在产后肥胖 都是属于这种 桌上有两杯 比较颜色深的是属于这种 是下面这种 我们如果是甘胃预热体质 我们的茶饮是这个用 山楂绝明茶 颜色比较碎 应该是比较适合瓜哥喝的 那你会不会碰到这边 没关系 太羞了 还好 另外一杯 另外一杯颜色比较淡的 这个是水肿型 我们用是黄芪毛根茶 山楂绝明茶里面的成分有 山楂我们用这个三克 然后炒绝明子用9克 橙皮用6克 羊柑橘用3克 其实这里面有个疏解压力 就是羊柑橘跟绝明子 都是可以疏解压力 所以有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这个茶饮来泡 然后刚刚说山楂跟橙皮 也是可以让如果吃很多 巴豆肚肚肚消脏器 所以可以帮助消脏器 那另外一道就是颜色比较淡的是 这个黄芪毛根茶里面的成分就是黄芪 比如我们用9克 白毛根用3克 茯苓又6克 然后我们再加点姜片 大概2到3片 所以刚刚说我们平常可以多喝水 那有些人说 我不喜欢喝水 那你就可以用这种中药茶饮 冲泡一整天当水来喝也是可以 所以你看你是哪一种体质 你就泡不同的茶饮 那很多人说我都有 两个都有 就两种材料混合在一起都可以 滴后给大家 好喝喔 回家 回家 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 来 四样 好的 再来就是 5比2 断食法 简单不挨2 刚才节目一开始 宇童就有提到就是 168 之前很流行 就是吃一天24小时 16个小时空腹 8小时吃东西 但是呢 其实很多人在执行的过程中 常常会因为 你可能要工作 要加班 要运动 你可能下班之后有活动等等 就破功了 所以其实如果你觉得这个168 你执行起来有些困难的话 那其实就会考虑 5 2 断食法 5 2 断食法就是一个礼拜七天 两天 你可以吃比较就是 輕食 也不是断食 轻食 然后另外5天就是正常吃 这是一开始 要怎么吃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早上呢 我们刚讲蛋白质很重要 早上也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这两个东西 因为一般人 我们早上都要工作 要上学 需要消耗热量 而到中午呢 就要有大量的蔬菜 你看蔬菜至少画了三样 然后呢 一些好的一些淀粉 全骨杂粮类 比如说糙米饭 配芽米等等 然后还有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像是鸡肉 鱼肉 豆干 豆腐这些 然后等到下午的时候呢 下班族最喜欢喝下午茶 吃蛋糕 叫饮料 你就是吃当季当令的水果 然后等到晚餐的时候 就是以蔬菜为主 那其实这个是一开始 一个礼拜七天 两天这样子吃 然后等到慢慢你身体适应 觉得这两天这样子吃 我也觉得 不会有那么严重的饥饿感 也慢适应 也觉得执行起来很方便 我们就变成三天这样子吃 然后四天正常吃 慢慢最终的目标 就是希望大家 一个礼拜五天吃这样 然后剩下的两天 礼拜六 礼拜天 你可能要出游 你可能有聚会 你就比较可以放肆的这样子吃 那其实像我之前 就有遇到一个案例 他大概165公分 80几公斤 其实他就是执行五二 可是他失败了 所以他来找我 然后后来我也觉得很奇怪 如果真的照亮吃 而且他有拍照片给我的 的确就是还蛮符合 这样子的一个饮食内容 结果后来我就觉得 一定关键常在细节里 因为他本身是 银行的高阶主管 常常要应酬 我就说那你会喝酒吗 他说有的时候会 所以他就把五二的那两天 就是比较可以放纵的 放在他要应酬的那两天 那我说其他天咧 他说其他天 只是自己喝 自己喝 他说那样子也算吗 观众朋友听到这句话 任何吃尽你嘴巴的 不论是吃的喝的 都要算在里面 因为我们常常会发觉 很多人他正餐吃得OK 但是他会像刚刚讲的 要腰杯 会喝什么 含糖的咖啡 酒精 其实这个热量都很惊人 甚至很多婆妈会说 营养师我跟你讲 我常常晚餐都没吃 但是我胖得很冤枉 就一问之下 可能下午的时候去接小孩 买两个波罗面包 可是他不觉得那个是正餐 他觉得我正餐都没吃 但是点心 饮料 酒精 其实有时候就是你减重失败的终极杀手 七天里面一个礼拜就两天 通常选两天是礼拜一 两天吃这样子 对 没有礼拜一跟礼拜四 为什么选一跟四 因为六日刚乱吃 所以礼拜一忏悔一下 十五百卡 礼拜四为什么要清断食 因为接下来五六日又要乱吃了 所以先准备一下 所以假设愿意的话 这样五比二 事实上在英国有很多人这样做 还不错 减得蛮好 所以一个礼拜就牺牲两天 我也有帮你营养师要讲一下 其实营养师的角度来讲 真的不是在于你数字的减不减 是你身体减不减 你知道吗 所以减重是另外 其实就是附带好 你身体又变好了 重量又拉下来了 我想减重最怕的是 台湾大概有40%是够重 每个人都有减重的经验 但是大概所谓不互胖是说 在五年之内 你没有再恢复到本来的体重 大概只有5%的人会这样子 所以想说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很多减重的方式 其实太复杂了 没有办法去遵守 所以我在差不多一两年前 是87公斤 我想高哥看过我87公斤 现在变76公斤 是采用两个这一段 87到82 然后经过三个月停滞期之后 从82再变成76 我用什么方法 第一个我是用 我想823 823抛站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八就是 晚上8点以后不要吃东西 让这个胃在三小时之内把它清空掉 第一个是 两个正餐当中 不喝寒热量的东西 只喝白开水 我非常注重白开水 两个正餐是中餐到晚餐 早餐跟中餐 中餐跟晚餐当中 那当然你可以喝咖啡 喝茶可以 不过那里面大概有一些 也会让胰岛素质是再度分泌 但是白开水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它没有这个能量 中间就不要喝什么任何寒糖饮料 寒热量的食物 大概就喝白开水是没有热量 同时白开水喝多 也可以把脂肪燃烧所产生的铜体 铜体经由肾脏把它排出来 所以比较不会铜酸中毒 三就是三餐正常吃 但要吃之前 要先喝差不多200cc的白开水 然后这个顺序调一下 吃东西就是从肉开始先吃 再吃蔬菜 碳水化合物跟水果排在最后吃 我用这个方式 然后我每天监测自己的体重 我今天的体重不能比昨天还高 如果今天是比昨天高 我就要决定今天的运动量跟饮食量 我都叫病人 在每天早上清晨上完厕所 还没有吃早餐之前 量体重 看到底是多少 第三个 我们希望他能够这个 我是用在跑步器上面走路 大概走了十几年了 每天都用30分钟 30分钟 然后用什么来调控 用消耗的卡路里 以前消耗220卡路里 现在我要减重了 变成250 270 300卡路里 就这样把我的体重 从87变到76 可是你 请问一下你跑这个的时候 你的心跳有到130吗 有 那你就差不多 又半跑了 我的速度调的 差不多5.4到6公里 但是我的坡度调的最高 为什么 我想你听 我以前也在跑 5到6 一个小时跑6公里 心跳到后面才会拉到130 一个小时 所以要坡度去调 这样就把体重调整下来 然后我的一个病人 他是27岁的年轻小伙子 他体重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是112公斤 那时血糖200多 血压150到110 本来是要 血压要控制 六个月之后是85公斤 他的目标是80公斤 身高175公分 现在他本来就没有 我叫他不要吃高血压跟糖尿病的压 我现在都没有再吃了 他的体重是发生 就是用我的饮食方式 但他的运动方式 是自己调整 本来是没有在运动 一开始跑3公里 结果他分作两个时段 一次跑3公里 下午跑5公里 最后他又碰到瓶颈 又把它结合在一起 他一直在调整自己的方式 很厉害 他很厉害 他很非常非常厉害 我非常非常佩服他 所以减下糖尿病就好了 大概减了10% 从112到99公斤 糖尿病就好了 可是他要一直持续了 他要一直持续 那他以后想当运动员 所以我例如就是说 我们即使有一天他离开诊所 没有再吃任何药 他还是可以用饮食控制跟运动 来管理他自己的体重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听到目前来讲 这个是听起来比较 健康一些 他很健康 我说他要运动 可是他问题在于 要持续 对 我们医生常常讲 我们曾经在制作性也出过题目 其实一直保持很强烈运动的人 寿命都不长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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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强烈的运动 不要太强烈 真的 医师也是建议 不要每天像跑马拉松这样 不行 大概30分钟 运动是这样 除了消耗能量之外 它可以改变你的体质 让你蛋白肌肉量能够增加 那肌肉量增加 那肌肉量增加的话 你的整个基础代性 它就会往上提升 那最后是它会 分泌生长激素 让你不会觉得老 因为你的皮肤就会比较紧缩 皮肤就会白 然后你的脂肪就会减少 蛋白质就会增加 运动最主要功能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佩服这个宋明化 营养生 你看 他身材 生完六个了还保持这样子 没有 两个 但我不觉得他会常常运动 你会常常运动 我一个礼拜至少运动两次 做什么运动 拳机 有氧跟TI 难怪 我是这么标准的身材 还是有在运动 或是说像我自己在家 我是买一台健身车 那你就坐在那边看手机 其实不如就在健身车上 然后你用阻力 然后去调 就是边骑健身车边看手机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运动方式 然后我觉得也可以抒压来 最重要 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你 而且一定要持续 对不对 要持续可以做得下去 小兵 我瘦24 又不喝茶的 又不喝水的 我那个是在国一的时候最胖 胖到72公斤 然后那时候是胖到我走路 夏天走路 要磨 对 走路那个该逼就是磨到好痛 我走路都要这样开开的 对 大概就是国小六年级的暑假 我去新加坡 那时候去新加坡 大概两个月我胖了10公斤 好吃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从早吃到晚 胖到72 然后国一的时候就很痛苦 然后到了国二 那时候我就积极的找各种方法来减肥 然后就是那时候有很多购物台 购物频道 然后会卖一种什么贴布 想尽办法 说贴到肚子上就会瘦 或者有一个 枫糖浆加辣椒粉 对 然后你就 就七天就喝那个枫糖浆 就是喝那个水而已 其他东西都不吃 我那是 然后我喝了大概三天之后 我大概体验我人生第一次 就是我早上叫我起床上课 然后我去厕所要刷刷洗脸 然后我走到厕所门口 突然就眼前一黑 整个人坐在我们家一只小狗身上 然后就听到狗一声哀嚎这样 然后全家都赶快跑出来说 怎么了 我就整个人晕倒 然后就赶快大家给我吃东西 吃到 吃了之后才慢慢血糖恢复 才比较好一点 反正试了乱七八糟的方法一堆 然后到最后 我是找到一个营养师 然后叫你说 你每天就是吃几份主食 几份肉类 几份水果 然后你吃什么 你就要记下来 然后每天晚上就去那边报到 给他看你说 你今天吃了什么 然后他会帮你量体重 然后量尿酸 然后再来调配你的饮食 然后大概我去了大概 一两个月 我就瘦了大概十几公斤 十几公斤 后来我就没去 然后我就自己已经知道怎么吃了 照这个方式 对 高一的时候我已经瘦到五十几公斤了 然后到高三就四十八 所以你一直现在还是沿用那个方式 对不对 没有了 而且还晚睡 对 像我前阵子就是都没有上通炕 然后我就 就是常常打麻将 然后打完牌就约姐妹 就开始吃大餐 什么麻辣锅 烧烤 意大利菜 吃大餐吃一吃 前阵子大概又胖到大概五十四公斤 差不多这时候又胖到五十四公斤 那个肚子很大 所以刚刚很多人有个观念就是 早上起来都根本没在吃 就开始去工作了 因为你压力一直 一集一集 录到晚上甚至有大晚会 你回来就十点多 开始吃 所以心情很好 今天工作压力呢 放松了 我想不到吃一顿 广告拍到十二点 回到家洗完澡一点 当然想那种麻辣泡面 什么 真的 这个火锅多爽 对 但是他打麻将是没有压力 他很轻松 没有 很紧张 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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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太紧张 这个问题我问过营养师 对 我如果打牌是否比较输压 输什么压 你就轻盘多吉 刚你连舞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输压 也会熟住 对 来 看看第四 好 我们会有效应 可是如果说我们做低强度的运动来讲的话 后燃效应大概三个小时左右 就会消失 如果我们做高强度的运动的话 它的后燃效应可以到久一点 可能可以到一整天 或者是三天左右 可是整体而言 我们燃烧的热量 其实总量是差不多的 可是为什么 我们会推荐大家会 比较希望可以去做高强度的运动 是因为 它燃烧的不是碳水化 而是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平均来看的话 就是做这个高强度的运动 在减重上面CP值是比较高的 7分钟是美国运动医学会 他们做出来的一个研究 就是如果说 我们在7分钟里面做这个高强度的 有氧运动的话 它可以让我们燃烧的 燃烧脂肪的效果更好 7分钟里面可以分成12个运动 每一个运动就是你努力的去做 30秒中间休息10秒 这个叫做高强度间歇性有氧运动 我知道这个 很多那什么运动品牌 会跟谁结合去训练这种东西 对 真的是蛮累的 可是它效果蛮好 但是这个高强度就意味着高危险 所以一定要评估自己身体的状况 我在这边有一个案例 是方众的业务 他进入这个入行 他觉得自己的外形真的就是 比较不好看 所以就决定 我要好好的减肥 可是因为他下班的完 然后又很容易饿 他就想说 没办法自己煮外食 他就控制热量 这样子大概有瘦个1公斤左右 那就想说 应该是还缺运动 就开始运动 结果他这样运动了3个月 就还是只有瘦1公斤而已 然后他就觉得这样不行 要来询问看看 是不是运动还是饮食出了问题 当然饮食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因为他只有看热量 他不看组成 然后我们就希望他尽量的改变 多加一些蛋白质 然后再来就是运动 因为他运动都是晚上下班 11、12点才去做运动的 然后那个运动 他就可能去健身房 或是河滨公园 做一些快走而已 然后回家大概1、2点 然后就睡觉 然后因为这样子 晚上运动就让他睡得不太好 所以第一个睡眠就出了问题 再来是他低强度的游泳运动 老实说就是整个效果是不太好的 然后因为他没有时间在 上班的时间运动 我们就说那不然7分钟你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你就午休的时间 做这7分钟的运动 然后高强度一点 然后他因为可以接受 然后后来就开始调整 因为要又是白天去做 然后睡眠跟这个运动强度 拉上来之后 他在后面的两三个月 就是大概每个月可以受1到1.5公司 所以这效果很好 那今天也有要示范 因为瓜哥已经全副5重了 不行 不行 马上拒绝 来 示范给大家看 今天要教大家的就是高强度的运动 我们没有7分钟 对 没有 因为刚才那个高强度 大家一定要记得 如果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要一起做的话 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身体 然后我们从12个运动里面 选了4个出来示范 然后每一个都是做30秒 休息10秒 第一个是开合跳 对 那第二个是 单脚的深蹲 也就是弓箭步 瓜哥很标准 第三个呢 是 膝盖抬高跑步 第四个是 双脚深蹲 这样 对 很标准 对 想过 我们是有自信的来说 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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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够了 强度大概就是 你会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但是还可以说出几个字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预备 开始 30秒 预备 开始 加油 医师很快 会很累 现在才10秒 哈哈 还充了 充了 充了 可以 可以 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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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 好 30秒了 都比10秒 等下 下一个就这样 好 好 开始 这么快 好快 你能慢一点 超慢 你能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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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作弊了 要喘息一下 几秒 几秒 不要 搅拌十秒 瓜哥你还腿软 我们是完成真实的单作 哇 好 要休息一下 要休息一下 下一个是这样 跑步 好 下集请这样 好 准备 开始 这休息都觉得特别快 对啊 这10秒超快的 这20秒 30秒 30秒 瓜哥做完以前都会揍你 这个是好累的 这个是好累的 最后一个是深蹲 最后一个 好 开始 加油 对不起 加油 好 好 很厉害 好标准 对啊 我都好标准 对啊 我都好标准 虽然很喘 但很标准 很累 很累 十天好久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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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瓜哥今天热量都够了 精彩一切 再一次 还好 很累 很累 感觉怎么样 那还说得出话啊 很喘 就是要保持像这样吗 大概7分钟 瓜哥你可以染矩一下午了 待会她就看不到我 我就先回家 大家好 我是医院的护理师 那我是属于 从小就胖到大的体质 在医院之前 其实我在大二的时候 我尝试过减肥 那时候才90公斤而已 那就在 在学校的操场跑步 然后饮食控制 就减到了75公斤 等到我出了一个小小的车祸之后 莫名其妙就是 可能就是减少了活动 然后饮食又回到正常 天啊 我到入职场的时候 已经100公斤了 100公斤 对 我就上班这样子 穿很胖的护士服上班 那我生完第一个宝宝的时候 是110 生完第二个宝宝的时候 是120 那够10公斤 生完第二个宝宝之后 没有生了 到134 那生完之后 就可能就一直吃 然后肚子刚好 残后也没 还没恢复好吗 肚子就大大的 接下来就吃到134公斤 对 那其实一直都不觉得自己胖 就觉得自己还好 很灵活 而且病人在叫 我都跑很快 很快 我都跑很快 但是后来 后来随着年纪的增加 多囊性暖潮 脂肪肝 我们每年都会健檢 医生都会帮我们健檢 然后就说 你重重度 脂肪肝 对 等等之类的 还有就是 扁小腺发炎 然后痴疮的发作 经常进入医院住院这样子 我才发现说 这样不行 我之后 我还要陪着我的小孩 走这一个人生这样 我就开始 就想要减肥 就尝试了很多 刚刚讲的 网路上的减肥法 然后买一些东西 自己来吃 然后剩下的 甚至绝食不吃东西 瘦很快 20公斤瘦很快 可是当我这样子 结束没有这样子减肥之后 又回来了 而且可能花了半年减肥 可是回来只要花一到两个礼拜 刚好我们医院有个物理治疗师 他建议我 雅婷 你这样子吃看看 他就建议我吃好的蛋白质 好的油脂 然后吃蔬菜 减少淀粉的摄取 他说绝对不能不吃淀粉 对 减少淀粉的摄取 我就想说好啊 试试看 一次这个方法之后 三个月减了将近25公斤 我就想说我可以吃饱饱的 把自己吃得很饱 然后还可以瘦这么多 我就很有信心 所以你晚上几点之后就没吃了 那时候是上白班 所以晚上其实我下班回家之后 就是吃蔬菜 但是不会水煮 我会加一点点的肉片的油脂 下了班之后就吃 然后尽量是 一口都不喝 那半夜不吃宵夜 对 然后我就因为太胖了 其实没有办法出去 跟人家跑步啊 运动 对 就自己也很喘 所以我就在家里面 可能看一些有氧的影片 然后自己在家里面 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其实非常的简单 那我同事看我这样子 他就说那 我有在跳有氧 你跟着我一起去 试试看 那一开始真的是很辛苦 因为老师 我就说老师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动作 为什么我做不到 原来是这样子 这过程中当然是有氧 让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我持续的 一直在运动有氧 只要我off的时候 我们就是 脱理师休假的时候 当我要上班的时候 我一天至少一个小时 这样子持续下来就 也很快 到76公斤 所以才会减了 58公斤 对 我是觉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当我去员工健檢的时候 那个医生告诉我说 你减肥 因为你去年中重度 今年都不健 狼肝 狼肝不健 对 所以我就觉得 连我的身体都告诉我 我这样做是对的 所以我就慢慢的 就朝运动这方面去 执行我的减重计划 目前就是有氧搭配 肌力 肌力 做一些肌力的动作 然后把自己的线条 就是有点练起来这样 虽然还是很胖 可是其实我健康很多 病人跟医生 跟医院的同事 其实大家都有发现 甚至我就是考了一个 基本的体制能的执照 在医院有在教我的同事 跟长官们做一些 一个礼拜一个小时的运动 对 大家反应都还不错 要不要教大家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先右边 开始 1 2 3 4 2 2 3 4 右手 左手 右手四次 左手 右手 左手四次 好 右边 1 2 3 4 左边 1 2 3 4 右边 右边 到结束 是不是很简单 很简单 在家里每天做一个小时 很简单 好 谢谢 答案是错的 其实减肥还是可以吃水果 第一个要控制量 第二个 其实我这边有整理一个手办 就是说 有四个原则你可以去看参考 就是说如果在选择水果的时候 你应该挑选的是 比较DGI的水果 那DGI的水果 大部分都伴随着 不会太甜 但是它是高鲜的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 巴勒 小番茄 但是不管再怎么DGI 你一定要控制量 正常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在做体重控制的话 我们女生大概最多 一天也两碗而已 男生的话最多也不要超过三碗 就是一般饭碗的量 比如说我们常常在减肥 会伴随着运动 很多人会选择香蕉 那香蕉其实 如果你没有挑选好 它是大魔王 因为香蕉一条的话 它就是两份的水果了 我刚刚不是讲到 就是说 我们一天女生最多减肥 就是两份 两份 一条香蕉就达到了 当你想要吃香蕉的话 我们在做减肥 你就要选择那种 比较轻一点的香蕉 没有那么熟的 比较不熟的话 它里面有抗性淀粉 它这个热量可以打7折 比如说一条香蕉 可能是100大卡好了 那它的热量打7折 你可能吸收只有70大卡 所以其实它是有它的原理的 第二个就是说 建议 因为你餐中 有时候你难免 会摄取到一点淀粉 比如中午12点吃你的中餐 那我们建议两点以后 我们再摄取水果 把糖分平均下来 不要让一餐的糖分拉很高 因为拉很高的话 因为它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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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一个诀窍 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很努力 在减肥的话 建议不要把水果打成果汁 一餐如果你吃两颗柳丁 其实就很饱了 所以因为破坏 对 但是如果你把它打成果汁 你可能需要六颗以上的柳丁 所以热量可能会增加三倍以上 真的很想喝怎么办 就是加蔬菜进去 加蔬菜进去 平衡这个糖分 这个是一个诀窍 不能取代正餐 尤其是夏天快要到了 刚刚华老师提到那个芒果 对 然后为了病人 是从减重门诊转 接到我们这边来 然后他给我看他的抽血数据 就发现说 三酸甘油脂很高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医生跟我说我吃很油 叫我赶快去看营养师 大概四十几岁的妈妈 他就说我真的没有吃很油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代谢不好 我通常就是油炸的 美食汉堡那些 我都忌口了 后来我就说 那你到底吃了什么 然后他就说 因为那夏天嘛 他就说我中午其实都没有吃什么 我就是去菜市场 10点多回来太热 然后他就把那个小玉西瓜切一半 然后他就吃那个一半 他就用汤匙来吃 因为他觉得这样很解渴 然后又甜这样 然后他说他也没吃饭 也没吃肉这些 然后吃了一个月之后 他三酸甘油脂就飙到200多 我就说你知道吗 里面的糖分 会在你的血液里面 转变成三酸甘油脂 所以不只会造成 你三酸甘油脂过高 还有可能造成脂肪肝的问题 他就说那我真的很冤枉 因为我没有吃油 是吃了太多的水果 后来请他戒掉之后 他再三个月再回来抽血 他三酸甘油脂就恢复正常了 对 刚刚营养师有说到 就是不要把水果来取代正餐 那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正餐里面 它的饭 或者是像面这种东西的话 最后在身体里面 是会分解成葡萄糖 可是水果的话 它过敏刺激就是水 再加上果糖 那果糖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是我们天然糖里面 最甜的一种 所以像我们一般 会把这糖定位在1 那葡萄糖的话 大概只有0.75的甜度 但果糖的话 就可以达到1.73 果糖这个东西 会刺激我们身体里面 一种饥饿的激素 那对于我们身体里面 一种有饱足感的激素 像是胰岛素或者是瘦素这种 它就不太去刺激 大脑里面有一个奖励系统 那我们吃果糖的时候 它就会让我们对这个食物的 这种奖励系统增加 所以我们就会越来越想吃东西 那之前加州大学 他们有做一个研究 就是说他让两组人 一组去给他喝葡萄糖的饮料 然后另外一组人给他喝 等热量的果糖的饮料 然后经过10周以后 发现这两组 他们体重虽然都是有增加的 但是给他扫腹部的电脑断层 就是在葡萄糖这一组 它增加的是皮下脂肪 然后在果糖这一组 它增加的是内脏脂肪 可是内脏脂肪 比皮下脂肪要更不好 因为它之后会转成脂肪肝 或者是肝纤维化 那另外抽血的话也发现 就是在果糖这一组 它各式各样高血脂的问题 都比较严重 而且这种问题的话 是男生要特别的小心 像我之前门诊 就有一个病人 他是六十几岁的男性 然后他来做自费的高阶健检 结果就发现 三双肝有脂膏 然后低密度感固醇 或者是肿胆固醇 都升高以外 他还有脂肪肝 然后还有肝纤维化 就是农会的总干事 所以他就要求他底下的人 每餐 鱼 肉 那些没有吃完没关系 但是水果一定全部都要吃光 他自己的话 就是要以身作者 所以他一天会吃 超过一碗公 两碗公的水果 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另外他抽血发现 他还有高血糖 跟胰岛素阻抗的问题 这位病人他已经是 糖尿病的早期 所以像一般我们 糖尿病的建议就是说 他餐后的血糖 不要比餐前高六十 所以他可以在家里 准备一个血糖机 那平常他就可以自我测试 比方说他今天 吃了一碗鳳梨 可能吃了一百克 那这样到底他餐后的血糖 会不会超标 所以就跟大家整理一些 可以安心想要水果的方法 减肥其实并不是 就是看它的甜度 我妈看的是它的重量 所以我们都会推荐说 水果不是不能吃 比如说我们建议说 一份的概念 我们可以用拳头 大家可以比一下 握起来握起 握起来握起 这样就叫一份 所以这样就叫吃一份的量 所以女生可以吃 一到两个拳头 男生可以吃 两到三个拳头 所以在同等的分量情况之下 其实任何的水果 我推荐各位都可以吃 并不用纠结于说 一定要吃那种不甜的 或者是甜的我就不敢碰 控制好肿量 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 像我有个学院的案例的话 她是一个妈妈 大概三十几岁 然后她来找我 减重的过程当中 她就希望说 Ricky我想减肥 可是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吃水果 吃水果这个太甜了 所以她都不敢碰 但其实了解她的生活做起 她有运动的习惯 她一个礼拜会运动两到三次 甚至还有雇两个小孩子 所以她的非活动消耗量 以及运动的人来讲 都是蛮大的 所以开给她菜单之后 她其实水果量 可以吃得蛮多的 任何食物她都能吃 不用纠结于 只能吃苹果或者是芭乐 同时还可以更好地 减重三到五公斤 都是没有问题的 早期有碰过一个 30岁左右女生 然后她为了想要让自己 变漂亮变白 她就很 那时候很流行 喝一个就是 对 大家应该有记得有一阵子 大家会觉得 柠檬水除了没白 又可以排毒什么的 然后她早上的时候 她就喝一杯300cc的 就大概你没有150cc的原汁 加上150cc的那种开水 把它加起来 她就空腹喝 然后她就一直告诉自己说 我又变漂亮 然后再泡一杯 就是1000cc的那种水 然后每天就是只要在口渴 她就喝柠檬水 喝柠檬水 那当然你想当然了 就是说她最后就造成她的 就是 胃痛 胃不舒服 但是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食材里面 你要挑选高维生素C的食材 柠檬不是第一名 而且它很容易造成就是胃不舒服 你反而可以吃一些 比如说像 比较安全一点的 比如说像 那我们正常来讲的话 我们只要每天一颗的巴勒 其实它就达到我们维生素C的 这个需要量 所以其实你吃东西是有帮助 但是它必须要持续 然后还有就是最常听到的就是 那个所谓的这个 艺人 有没有 常常你会听到说 吃艺人 吃甜点 可以保护皮肤 然后可以美白这样子 那有些人吃了之后觉得有帮助 那为什么呢 其实艺人里面它很多的水溶性膳食纤维 它可以帮助你除了血糖稳定之后 它可以帮助你排便 那有些人可能因为长期没有排便 所以他一排便之后 他觉得气色比较好 那当然有帮助 那但是实际上艺人 它的真正功能是降血脂的功能 所以你在选择食物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要达到所谓的 就是吃东西要美白 第一个你就是要持续 持续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说 你要选对食材才是对的 像我这边就有一个案例 就说 我一个40几岁的女生 也是因为肠胃不舒服 来在我们看门诊 因为他空腹 他40岁 我就帮他做成人健檐 抽血就发现说 他血糖有点偏高 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是126 他血糖只有偏高一点 只有108而已 糖化血素后来 我帮他验了6.2 6.2而已 其实就是偏高 但没有到糖尿病 这种我刚才讲说 你这个一定要积极的 减重跟运动 他身高158 可是他体重大概67 68公斤 其实是有点怕 他听了之后就很害怕 为什么 因为他爸妈都有糖尿病 然后他爸爸在50几岁 回去就洗肾了 因为他现在40岁 他就非常害怕 他说好 他回去 一定要想办法好好控制 是 结果回去之后 他就一年都没有回来 他现在回来的时候 我发现他怎么脚水肿 然后就变得更胖 70公斤 他变得很胖 又糖尿病的症状了 对 结果他就 他就变糖尿病了 我爸在检验了 他糖化血素数8点多 然后已经糖尿病 基本上正常的糖尿病 前期也没有糖尿病 通常不会那么快速 通常这5年有25% 或者25%会变糖尿病 可是他可能 第一个他的方法 有点错误 第二个是他爸妈也糖尿病 可能影响很大 就问他说 你是怎么样去做 减重跟运动这些 他就说 他就跟朋友讨论 就是说 水果餐非常好 然后又可以 又高鲜 然后感觉上素食的 又比较健康 他自己这样觉得 他就开始吃水果餐 不过他有一个 很好玩的问题 就是一般的水果餐 基本上大部分的水果餐 如果你吃个两餐或三餐 会 热量是偏低的 因为你水果 如果你不要挑很甜的 因为你的水果里面 整体的热量 其实不如我们平常吃的东西 是 可是呢 因为他的先生公婆那边 是水果批发商 所以他每次都拿 天哪 吃要吃 皇帝本来的 因为最好水果 都是最甜的水果 然后一天他会吃五六餐 因为胖也难 对 因为吃那种甜的东西 基本上会很容易饥 对 后来就变胖了 而且我跟他讲 这错误的 因为糖尿病 他就是要比较高蛋白 高油脂的饮食 就好的油脂 例如说橄榄油 坚果这些 然后后来给他开 糖尿病的药物 其实后来有遵循 正确的方法之后 而且我也叫他 饮食量要尽量要少一点 那时候其实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 那时候还没有168概念 可是我们凌床的医师 就知道 少吃一餐晚餐 血糖会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所以后来 他体重就有下来 下大概60左右 所以我糖尿病就整个控制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